早上好 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12月26号的百革晨报 昨天是圣诞节 也是许多人欢庆的日子 而号称 为了替刚故事的销正人员 穆哈姆阿迪讨公道 遇千人在圣诞节的这一天 来到了巴生艺术广场 参与场由大马人民行动组织 所举办的和平请愿集会 要求政府隔除瓦达姆迪 古拉以及甘纳巴迪劳的官位 大马人民行动组织主席 阿布巴卡·莫哈默 在集会上表示 有关三人在新都庙骚乱事件上煽动 导致情况一发不可收拾 最终牺牲了阿迪的性命 因此他促请西蒙政府 必须在40天之内 完成他们的七大诉求 当中除了提及阿迪的死 阿布巴卡已表明 希望政府能够重新履行 以及加强独立前所签下的社会契约 以保障马来人以及伊斯兰宗教的地位 所有企图挑战契约者 都应该被赶出马来西亚 他更强调 如果政府没有在期限之内 完成以上的七大诉求 他们不排除会联合更多的非政府组织 展开更大型的示威集会 有关集会在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之后 宣布结束 集会现场并没有发生任何的骚乱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行动党元老林吉祥 上周四在个人的部落格贴文表示 如果政府放弃新马来西亚的目标 行动党领袖将会毫不迟疑的退出政府 当时此坏出 瞬间引起讨论 使多在野党领袖更纷纷挑战行动党 宣布退出西盟 对此林吉祥昨天在发文告强调 他从来没有宣布行动党退出西盟 他说国家要完成改革 需要靠长时间可能是一届五年的选举周期 甚至也有可能需要耗上十几二十年 因此他反击在野党领袖 理解能力差 读不懂他的谈话 另外他也在文中说出自己的圣诞愿望 那就是希望西盟能够茁壮成长 赢得未来数捷的大选 以打造出新马来西亚 最后让我们来跟进 印尼迅他海峡海啸的最新情况 根据印尼国家搜救机构的文告显示 在这一次的海啸当中 有一名大骂人腿部受伤 伤者是31岁的凯鲁乌曼 在发生海啸的时候 尽管他已经负伤 但他仍往高处逃 最终获救 凯鲁乌曼随后已经被送往当地的医院 接受治疗 截至昨天下午5点 这一起由火山爆发 所引起的海啸 已经造成了预429人丧命 1485人受伤 另外有多达800所的房屋 已经被毁坏 今天早上的晨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